韓神父,今天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今天有三位宗教學部的學生 一起和你談談我們的教宗本督十六世 不如由他的最新著作《納澤勒人耶穌》開始 其實坊間已經有很多描寫耶穌基督的著作 為何教宗會再用這個題目去寫? 你這個問題真的很好回答 因為教宗已經預備了這個答案給我 就是在這本書的前言 他說在三零年代、四年代 有很多書講述耶穌的生平 他也引用了一些作者出來 他說這些書籍也好,幫助教友去明白 耶穌當年是怎樣活 而且也好配合四本福音所說的耶穌的形象 但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自五零年代以後 就開始有不同的有關基督的書出來了 但是開始那個文采 甚至乎內容都很不同 甚至乎他說到有時候你看這些書的內容 突然有人說耶穌是一個革命家 想把猶太人解放出來 不受羅馬人的奴役 不過不幸他失敗了 結果寫在十字架上 把耶穌說成一個失意者 為何後有另外一個說 耶穌是很懂得說故事 有很多譬喻 就是發人心醒 不過沒多久的人都不理他 他就覺得這裡出現了一些問題 首先耶穌的形象好像一個和別的很不同 然後還有一個最糟糕的 就是他和原來福音所描繪出來的 耶穌的形象相差很遠 他看得出來 他說在這段時期 人們很喜歡 尤其是在天主教的圈子裡 用一種方法 叫做歷史批判法 去讀聖經 他說這種方法本身是一個好的工具 因為耶穌是說天主子變成人 進入我們的歷史上 在歷史上也發生的 應該是做一些歷史研究 但這個方法作為一個工具 他有他的不足之處 同時也有人用這個工具 他有一種態度 甚至乎是一種哲學的立場 譬如有人認為 我們的理性 要發揮他的功能 最好就不要有任何成見 甚麼都要放下 信仰 使得神學家母有成見 不如我們放下信仰 純粹用理性去看這個聖經 所以有些人 在他的神學著作裡面 是不幫助人提高他的信仰 而相反 我們這位教宗 他很明白 神學有一個很謙卑的服務 就是他從信仰那裏誕生出來 他是一個學問 但是他是幫助人 更加深化他的信仰 他說信仰是一個很嚴肅的事 信仰不是因為有一套理論 講得完美無揭 所以我歡喜他 信仰是因為你遇到一個人 他是這麼歡喜你 而這個人原來他本身是天主 他做了一個很普通的人 就是耶穌 他為你死 又為你復活 又為你救贖 是為這個人 我們才有信仰 現在有些書籍說到他不是這個人 不是這樣的容貌 信仰如何深化呢 因為一直以來從寫了福音之後 人們就靠著福音所勾劃出來的耶穌形象 就開始跟他聊天 開始跟他建立一些親密的友誼 開始覺得耶穌活生生地 今天還在這裏跟我說話 知道我 背著我走陪著我 挺好 但是現在這五零年代出了有多書籍 基本上是開始偏離這件事 那如何成為一個服務 又如何幫人有深化信仰 於是他就立了一個志向 好,我要寫一本書 有關耶穌 尤其是通過耶穌的生平 看耶穌基督的奧跡 他很簡單 他就想說耶穌有個生命在這裏 很重要 但是當福音的俗者描寫這個生平的時候 他會把這些時跡分開它 不過每個時跡裏面 都有一些很強烈的信息在這裏 是想我們更加明白 天主怎樣愛我們 天主的救恩計劃 他自己說他會寫生平 但是基於他的時間 他想分兩冊去出 所以另外一冊未出 他會寫耶穌的童年 又會寫耶穌的死亡 和寫耶穌的復活 還有其他我不知道他會寫什麼 不過在現在我們出版的這本書 他明顯是選了一些很重要的事跡 譬如說耶穌受勢 他想說耶穌來到罪人之中在排隊 很想和其他罪人一起 那些罪人去到河那裡 和天主說對不起我錯了 他和這些罪人排隊 很想突顯這個形象出來 耶穌受誘惑 這個有話不僅是攻擊耶穌 亦是攻擊我們教會 我們現代的人 使我們忘記天主的說話如何重要 使我們忘記我們的心 我們的生活 是要投奔天主 他很想通過這些事跡 來講講耶穌 他又講天國 天國和我們現在社會的正義 有很多問題 你可以搞社會正義 但是教會千萬不能推行天國價值 搞社會正義的時候 忘記天主 將天主好像推出這個舞台一樣 然後他又講珍福八端 講這個誡明 猶太人的傳統 和耶穌給我們的生意 講得很好 接著又講怎樣重念這個主的討文 天主經 只看那段都可以 你默想一下 好像做一個秘證 然後又講做門徒 耶穌召善他們 不是叫他們做事 叫他們很親切地跟耶穌 住在一起 他們才可以被派遣 被派遣 耶穌又可以跟他們一起 很奇妙 然後他又講第七章 講耶穌的比喻 偏偏都很精彩 怎麼說天國很像一粒種子 然後又講到福音 他特別是講若望福音 有很多標記 若望福音這個作者 他如何表達跟隨中途的意念 來將耶穌很親密的關係寫出來 接著又講到有兩件事 就是耶穌在海撒內 有境內問門徒 人門說人子是誰 另外一個就是耶穌在山上顯聖容 最後在第十章 他就總結一下 就是耶穌究竟是誰 所以我看這本書 他的構思是一個很簡單 很平實的方法 沒有什麼 但是在平實之中 看到他的實力 因為他要帶人去進深一層 去讓耶穌 將他的面貌顯示出來給我們看 還有我也想問 教宗為什麼他用自己的名字 拉辛格的名義去寫這本書 而不用教宗的身份 第一個理由就是 因為他寫書的時候 他打算用神學家的身份 他在2003年已經寫了四章 2003年之前發生什麼事呢 他也是主導著聖經委員會的工作 這個委員會就給了他們一個任務 就是如何去閱讀聖經 出了兩個文件對神學的反思非常有用 一個是1993年 就是講在教會內閱讀聖經 另外一個文件就是 就是猶太民族及其經卷 與基督徒的聖經相互的關係 其實這兩個文件有很多是講釋經的方法 沒有理由出了文件之後 沒有人用這個方法去調整一下 所謂的歷史批判法 他就自己做 所以他這個心願一直都有 沒有理由提供了一個方法 沒有人好好用這個方法去做 這是第一個理由 因為他開始寫的時候 以一個神學家的態度去做神學 第二個理由 他在前也說了 他不想以這本書為我的憤怒 因為他也是教宗 他說歡迎所有的人批評 甚至反對 如果叫人反對一個自己的憤怒 就不是那麼好 我叫你反對一本神學書而已 沒有什麼所謂 不過他要求讀者們 還有一種示意去讀這本書 有一位書記 以前他是米蘭的大主教 Cardino Martini 他是一個風雲人物 無論他的舉止、談吐 都很多人歡喜他 他被視為一個先進人物 他就說要開 第三次大公會議 就覺得有些事情要改一下 雖然兩個人的態度都很不同 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 都覺得凡義是非常之重要的 一個大公會議 要加以發揮 所以需要第三次怎樣去發揮 第二個說 不需要第三次 因為我們沒有人發揮 好了 這個Cardino Martini 他也評這本書 他說 教宗說 可以 要我們那些人懷著善意去讀 這個當然 理所當然 他寫的東西 至於 他說 誰反對他都歡迎 看完本書 要反對他 這件事真是非常艱鉅 不知怎樣做好 他都很同意 甚至乎Cardino Martini 在他那次的訪問裡 他都說 我很佩服 教宗有這樣的毅力 他寫這本書 我自己都很想 但可惜 教母凡多 不能夠做到這件事 他很開心 能夠在這本書裏 提供了一個耶穌的容貌出來 教宗也在書裏提過 他是一個追尋天主面貌的人 他這樣說有甚麼特別的意思呢 他在哪個地方寫 他就說 我希望人們懷著善意去讀這本書 他堅持 因為這本書我寫的時候 是很個人 懷著好像聖命第27篇所說的 尋找尚主易用的心頭 這首詩篇就是 詩篇的作者 他生活很慘 很多煩惱 很多問題 他求天主解救他 但中間有一句說話很有趣 是尋求天主的遺用 因為那些猶太人普通都很怕 見到天主真貌 一見到就好像會死 所以當上主說要見天主子民 那些人就大家舉手 他說 阿梅室不如你代表我們上山 我們在下面 我們支持你 如果發生甚麼事都是他 跟我們無關 但為何這個聖命作者 有一句這樣的說話呢 我心靈裡面尋找你的遺用 因為他在這種痛苦之中 他不知道怎麼辦 我想他去到一個地步 生不如死 見天主 豁出來了 起碼見天主的遺用 心裡面踏實一點 有種安全感 因為在後幾句說得很清楚 他說 尚主求你施雨救援 所以尋找而容 其實是一種的 哀求天主 救我們 我想 這個當然是我想的 不可以入教宗數 讀者們懷著一種善意去讀 因為有很多有關耶穌的書籍 有很多不足之處 當然他不說 我這本書很聰明 他說不是 你們可以批評 可以批評 但是呢 我是懷著一番的誠意 原原本本地 將福音所講的面貌 企圖講給大家聽 我是真真誠誠地 懷著一份我要尋找天主的遺用 天主你要救我們 因為我們的信仰空氣非常稀薄 吸呼吸不行 因為現在越來越不覺得耶穌可以做我們的朋友 所以他通過這個詩句 其實一方面又表達 做神學的任務 那個詩叫在哪裏 一方面他有少少是哀嘆一下一下 當代那些神學的工作可以做得好些 幫人增加信仰 教宗如何憑他的經驗和神學素養 帶我們的讀者去找回耶穌的面容呢 他就在六四年就開始這個凡義的時候 被他的主教帶進去做這個專家 那些人見到他就說 這麼年輕的人都可以入到會場 正稱他為神學神童 Theologian Teenager 他的花名就是這個 我猜他覺得自己年少有為幾得 但是後來開完大公會議回去之後 他跟在大公會議的態度有少少不同 因為大公會議的期間 明明是有兩種陣營 一種是屬於羅馬派 比較保守一點 一種是由德國法國那裏下來的 他們就說教會要開放一點等等 他屬於開放牌 但是當他回去自己的地方的時候 他覺得開放是一件好事 但是那個開放沒有任何約束 於是他就寫了一本書 有關天主教教義的前度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 已經用很多種的文字翻譯了 最近也有中文翻譯了 其中他就講了一個故事 在前年那裏 他說有一個人叫Jack 他有一塊金很漂亮 捧著一塊金當然開心 咦 捧著一塊金覺得重 看看有什麼方法 有了 不如把牛金換了匹馬 後來又換了一隻牛 再換下又換了一隻鵝 再換下 換了一塊磨刀石 咦 磨刀石很重 剛剛走過那條河那裏 我為什麼要拿著那個磨刀石 禮手就丟到河那裏 現在我才做什麼叫自由 現在我真的得到釋放了 因為我什麼負擔都沒有 當時的拉辛格神學家 他就有這個意見 他說我們的神學 就好像這個Jack 本來有一個寶貝就是信仰 又覺得信仰 你整天重複說這塊金 好像不太好 於是轉一個形態 又說一下那樣 說一下那樣 說一下說一下 這樣就變成磨刀石 那你就覺得很繁衷 有人說 你拿著磨刀石 不如不可以 禮手丟掉它 不要忘記 開完大公會議之後 有很多神父好 甚至乎神學家都好 是真的離開教會 沒有了信仰 當然他不是想講這個故事 講這些事實 不過他是這樣覺得到一件事 所以他在那本書上 他已經覺得有一種的心態 就是要將教會的道理 原原本本說出來 教會有這麼多年他的宣講 我們不要將他變走那個樣子 然後他說真誠 這本書非常之成功 很多人都很喜歡看 好了 現在作為教宗 他究竟的心態有沒有變到呢 我不覺得有 他仍然覺得 是的 我們的神學書 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的 或者語言 或者為了做學術的問題 就變得有時候 太艱深 人是 不太容易吸收得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 逐勢又迫使我們 在文化掃養 或者教育方面 又不斷提高 又不可以寫得 摸不著編制 於是他 就決心寫這本書 我很覺得他在這本書很成功 你想一下 他在信理部部長 遇到很多問題 他八四年左右 就出了一個文件 就說 拉丁美洲 所謂解放神學 那些人都是世界嘩然 哇 解放神學 是我們整個拉丁美洲教會 偏向窮人 站在窮人 支持窮人 的一個立場 來批評窮人 其實他不是批評那個立場 他是批評造神學的那種方式 用了太多馬克思主義 這樣只是道人離開天主 忘記我們教會最寶貴的那些價值 還有當然有關 他跟宗教交談 他簽署了文件的主耶穌 好似好打擊亞洲區的那些神學家 其實這些問題他把握到的 他為何無論是在神學國際委員會 或者聖經委員會 他督導就是要他們做多些反省 和地方有多些交談 究竟如何將教會的訊息 教會的道理好好地說出來 他要 而且說完之後 他覺得要自己實行出來 所以我覺得無論在素養方面 他很難得 Cardino-Martini即使批評他 這本書不是用一個所謂第一手資料 即是讀聖經原文這樣編寫出來 不過Cardino-Martini不得不承認 他在聖經的草藝 是非常出色的人 所以他說 你叫我去找些東西去反對他 那就真是難了 聽完真的覺得 原來教宗這本書是很有意思的 我終於明白為何韓神父 你會選擇這本書 做我們基督學的教材 我們都希望可以 好像教宗在前言裡提到 我們有一個善念 一個良好的意願去研讀這本書 我想就由我們開始實行 多謝韓神父 多謝三位 他現在在我身邊 不知替我